我家车道后面这个下水口已经堵了很多年了 之前也尝试疏通过几次 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今天搞了新装备 我再来尝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Candy 今天我去买了一个高压水枪的配件 可以插在高压水枪上 然后把高压水枪变成一个疏通下水道的工具 这东西我没有用过 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但是趁今天这个机会 我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工作原理 以及疏通下水道的效果 这样以后我们就知道它有没有用 又是不是智商税 那么好了 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那在开工之前 先简单看一下这里的背景情况 我这根车道在马路的侧是最高的 到我院子里面会越来越低 所以这里有个下水口 雨水就可以灌到这个槽里 再顺着槽接到下面雨水管里 但是前屋主给这个下水道的做法 是完全错误的 正确的下水道 应该是要有一个蓄垃圾的地方的 这样大的垃圾可以被滤网给滤掉 而所有的泥浆和小的垃圾 都会沉在下面桶里 最后只有液体的水才会流进边上下水道里 下面固体垃圾的残留 每隔五到十年 徒手就可以轻松取出 下水道本身就永远不会堵塞 也就永远不需要通下水道了 而这里的情况 所有固体垃圾都会被冲入下水道 造成堵塞 自从我有印象开始 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通过 水永远是从上面溢过来的 下水管永远是堵死的 至少在我有观察的近五年里 从来没有通过水 不过我又不是太担心 因为我这个车道一直延伸下去 是越来越低的 水会往下流 流到最后面 靠着我那个墙角 还有一个下水口 那个下水口一直是通的 所以下大雨的时候也不会淹水 我就一直没有管它 不过就算没有问题 我这边还是想解决一下 要不然心里难受 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想通一下 其实我之前拿各种通下水道的东西 往里面也试过 一直没有成功过 感觉堵得非常深非常死 后来我就没有抱太大希望 就一直没有去管它 但一直这样 心里总是个事 我今天就再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它疏通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装备 了解一下原理 看看它是怎么通下水道的 这个管子就是一个高压水箱的配件 号称接在高压水箱上 就可以通下水道了 我自己是没用过 不过我买的时候做了一下调查 发现每个牌子的高压水箱 接头都是不一样的 虽然我也发现 可以买不同牌子 直接的转接头 但是我不知道 有没有兼容性的问题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我就买了和高压水箱 同品牌的这个通下水道的管子 博士也是比较低端 比较便宜的工具 所以这种东西也不是很贵 我这个也就二三十块钱 不过不同品牌的工具 这个通下水道的配件 好像差价都不是很大 我了解下来都在 二十到五十澳元之间 所以都不会花太多钱 然后把管子拿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管子的原理 这管子长度上还是挺长的 不过我感觉家用这种工具 也通不了这么吃人的下水道 所以我也不知道 它管子为什么做这么长 这边是高压水箱的接头 另外就是通下水道的这一头 我看它工作原理 就是把高压水箱的压力 不是往前喷出来 而是给它转换成往后喷出来 达到一个通水管的效果 也就是把这个管子 往水管里面塞 然后高压水箱 把水往后喷的同时 就可以把堵塞的泥浆 从后面给喷出来 以达到一个疏通的效果 当然这是理论上的一个工作方式 具体工作效果好不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尝试一下 我先把包装给拆了 把它接到高压水箱上 那它这边呢 我看了一下说明书 我这个品牌的呢 是接在高压水箱的把手前面的 而不是接在高压水箱主机上的 所以呢 我把高压水箱的枪头先取下来 像这样子 这个先放在一边 然后把通水管的这个配件给插上 这样的应该就算连上了 之后呢 我们再看它这个喷头 如果我把高压水箱的开关按下去的话 喷头就会开始往后喷水 那可以看到 这就是它通下水道的原理了 接下来我们就实际试试看 看看这种方法通下水道有没有用 链油已经堵了很多年了 这个下水槽里也有很多垃圾 在通下水道之前呢我要先把它稍微挖一下 以确保通下水道的时候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先用个小铲子把里面的泥土什么的都缠走一些 挖的差不多以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管子里面的情况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镜头里看出来 现在管子里面基本上全是泥 看不到白色的管子 都被泥给覆盖了 其实我之前呢 用通马桶那种夹子 那种金属的钻都往下通过 但是都没有效果 每次通完只能把表面一点点的堵塞给通掉 到下面堵着的地方还是挖不到 也还是钻不通 这里面可能积的太实了 其他方法呢我都疏通不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买了新装备 尝试一下用高耳水枪 看看能不能把它疏通 这里我把装备拿过来准备一下 我把通下水道的这一头 开始往里面塞 可以看到它已经堵到洞口了 我完全塞不下去 所以我也不知道今天这么弄 最后有没有效果 那不管 我们就开始先尝试起来吧 我一头顶着管子 一头打开高耀水枪 然后就开始尝试着疏通 装上来这会儿的效果 是比我想象当中要好的 因为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洞口的泥浆被冲出来了 不过这里最大的问题 就是冲出来的泥水 它又会马上落回洞里 所以我这里先在洞口来回地拉扯 以确保洞口浅层的泥浆 被尽量给洗出来 那最终下水管理深度的泥浆 只有等管道彻底通了以后 再顺着管道一起留下去了 我这个管道设计的不是很好 下面管弯特别多 所以堵塞了以后呢 我能感觉到管子往下面塞 还是挺困难的 不过来回多尝试 一旦找到合适的角度以后 整个管子就有个自己往下钻的趋势了 因为它的水是往后喷的 慢慢的我手上就感觉 我不是再往下面塞管子 而是拉住管子 不让它往里面钻的太快 总之堵塞的管子 中间只要打开一个小口了以后 水就会顺着下水管排走了 然后就不会有泥浆再喷出来 我只需要再来回拉扯管子 把管道里残留的泥浆 再冲散就可以了 高压水箱的力是非常大的 它钻到深处我甚至都抽不出来 只有把高水箱关闭了以后 让它失去了往里面钻的推力以后 我才能把管子给取出来 好了这里已经算是通了 至于里面还有没有泥沙 现在不好说 反正管子应该是通了 因为这里一直有水灌进去 却没有水溢出来 这就说明水可以顺利流下去 我刚才看了一下管子 根据管子上面的刮痕 可以看到我大概一共塞下去了 这样一米多的一点的距离 一米二到一米三的长度 也就是至少在洞口下面 一米二到一米三的长度里面 我应该已经全部疏通了 总体来说比我想象当中 效果要好很多 我本来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想着大概率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不过现在看来的话 却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应该说效果比预期中的要好 现在我把喷溅出来的泥浆 稍微用手掏一下 然后我就把高水箱通下水管的头 给取下来 换成原装普通冲洗的头 再把残余喷溅出来的泥浆 稍微冲洗一下 关于高水箱 我之前做过一期专门的视频 分享过高水箱各种用途 从清理苔藓 铲除旧油漆 清理地面等等多种角度 演示过高水箱不同的用途 如果你还没看过或者感兴趣的话 也不要错过之前的视频 那么好了 这边堵了五年以上的下水道 今天就被我们疏通完了 现在再来看一下下水道里面 现在可以看到白色的管子非常清晰 已经没有泥浆没有灰尘了 而且刚才一直在冲水 水漏下去 很显然也没有溢出来 都顺利地流下去了 也就进一步证实了 下水道已经完全疏通了 另外要提的就是 如何预防堵塞的发生 就是你自己在做下水道的时候 千万不要做成像我这里这个样子 管子直接接到下面下水管里 没有一个蓄垃圾的地方 这房子我买来的时候它就这样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 像我这里这种做法 以后是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的 就算我今天疏通了 我过段时间可能还会堵住 还需要反复疏通 上面加滤网什么的 这都不解决问题 我自己做下水道的时候 一定会做一个蓄垃圾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 具体的失踪过程 我之前做过详细的视频教程 固体和水一起掉进来以后 固体会沉在下面桶里 等水面上来了以后 只有液体才会通到下面下水道里 所以垃圾不会一起通到下水道里 就算下面积了不少垃圾 水流还是可以一直保持畅通的 包括地沟排水槽 我也做过详细的视频教程 它那边做的也不是很好 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来做下水道 就不会出现堵塞 可以减少日后很多头疼的问题 从我视频开头的态度 你也就知道 今天其实我本来没有抱太大希望 我只是想试一下 但没想到这小小一根管子 很轻松的就把积攒了这么多年的下水道 给疏通了 我这个高水道属于比较入门 比较简陋的 所以它搭配的通下水道的配件 也是非常简陋的 如果你买的是更好型号 压力更高的高下水墙 我估计配的管子 应该也是比我这边更先进更好的 疏通起来效果 肯定也会比我今天看到会强很多 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下水道堵塞 就算再严重的 也都可以用高水墙尝试一下 很可能很轻松的就可以疏通了 疏通后又过了一天 我们再来看看这里的情况 昨天晚上正好下了一场雨 可以看到一场雨 就可以带来这么多垃圾 大的垃圾像树叶这些 可以被滤网给滤掉 但是小的这些泥浆 最后还是会掉到下水道里 不过现在看起来 下水道里还是挺干净的 至少没有可视的泥浆 我相信只要下水道定期的清洁 以后问题应该还是不大的 那好了如果你觉得本期通下水道的事情 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在视频下方 帮我点赞支持一下 如果你想防止下水道出现堵塞的情况 记得不要错过 如何正确安装下水道的视频教程 那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是Candy 我们在下期视频里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下期视频